警方配合政府打壓聲火是絕對不合理 亦都是不公道的 因為聲火據我所思有很多律師朋友都有幫聲火 主要提供法律支援和人道支援 在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 對一個人道支援基金去作出拘捕和洗黑錢的指控 凍結了這些支援被捕人士的資金是極為可恥的行為 對於昨天警察用真槍去對付和平集會的示威者 亦都覺得是極為可恥 因為在外國很多處理和平示威的警務人員 或者一些其他政府的一些維持治安的人士 都甚至是不會配備真槍 我覺得絕對是需要成立獨立調酬委員會 甚至在調查之後解散警罪 他主要的關鍵是當時事行並沒有人 聲聲無罪 沒錯 沒錯 即是不算是人多 但他其實是可以用無罪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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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絕對不合比例 就是警方所採取的武力 他聲稱就是想拘捕一個扯一國旗下來的人士 但是最後造成這麼大的混亂 警方絕對是需要負責任 那你覺得生活這件事 劉威方銀行 或者其他會不會有些錯誤 例如說大家不會被轉用 劉威方 或者大家會有更多的擔心 是 我覺得會的 因為如果這些英資 中資第一組已經 我們會覺得它會跪低 連英資的銀行也跪低的話 我們會擔心市民的私有產權 是絕對沒有保障的 相信很多市民都可能會害怕 隨時被人凍結他們的戶口 而可能採用一些美資銀行 甚至是利岸戶口 沒有其他想說 對於 沒有其他 也沒有其他 謝謝 我姓黃 在金曜街做 法律街 多謝你 多謝你